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再是直解方程的 直解特解形式了 要解方程了 首先特征方程 很简单 y2'加1 y2'就是r平方 y2'加1'等于0 特征根 我们把这个特征根 把这个特解形式写好 等于r等于正负1 正负i alpha加i beta 看这儿 alpha是谁 指数函数上面指数 x的系数 没有指数 所以alpha等于0 beta 三角函数的系数 所以我马上就可以写出其次方程的特解了 不过呢 由于我们是求解 所以基本解组可以写出来 其次方程的基本解组 对吧 其次方程的基本解组就是 cosin x 没错吧 好了 特解 特解 设 特解为 yx 等于 什么设呢 看右边 这右边比较简单 g没有指数函数 好像也没有多项式 请注意 没有多项式吗 有的 零次多项式 就像指数函数也等于有的是 1的零次方一样 好 所以我们要设 请注意 零次多项式就是常数 a 1 cosin 三角函数是cosin x 加a2 sin x 后面虽然没有指数函数 但是请注意 这正好是一个根 所以是x 请注意 这个时候特解的形式 这俩有a1 a2 你看到没有 要注意 有零次多项式 所以他们的系数是常数 a1 a2 那么当然这道题相对说起来 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这请注意 这儿有x 因为这儿r化加iβ 正好是i 也就是正好它的根 它正根 好了 下面怎么办 代入方程 代入以前还是老办法 最好怎么办 先把它一阶导数 二阶导数求出来 好 一阶导数 它求导数 后面这些不动 好 x 一求导数 当然就是 就是a1 cosin x 加a2 sin x 那没问题 对吧 然后呢 它不动 它求导数 这个要求导数了 好 那就是加上 把这个放 好 加上x不动 这里边求导数 好 那就是 它的导数是 a1是常数了 a1 cosin的导数 负的sin x 负的 第二项 加上a2 sin的导数 cosin x 好 那就行了 y2撇 它求导数 里边两项 一项是a1 它的导数 负的sin x 它求导数 加上a2 cosin x 好 然后后面这一项 它求导数 阔弧里的不动 那么x求导数 当然是1 所以后面这些 不动的话 正好 这两项 完全一样 所以 我们就把它 乘2就行了 乘2就行了 对吧 好 然后加上 x不动 阔弧里边 要求导数了 好 那就是 负a1 sin的导数 cosin 它的导数 负的a2 sin x 好 然后 代入方程 是吧 代入方程 比较细数 代入方程 代入原来这个方程 比较细数 好 那么当然也很简单了 就是 你看啊 虽然看上去很像 也好像像顶多的 带进去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 我刚才说了 像这种情况 你代进去也可以 不代进去也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总的说起来 像素不太多 对吧 那么 如果不代进去 当然总共会简单一点 那么就看一看了 左右两边 右边怎么样呢 右边请注意 首先 如果有 你看 左边代进去枪 会出现谁呢 首先 含x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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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含x的像里边有谁呢 后面 乘上去的函数有谁呢 有的是有 含sin x的 有的是含cos x的 对吧 所以你看啊 实际上就是 左边的像会有 会有x乘3x x乘cos x 然后呢 不含x的 sin x cos x 所以左边将会出现 这四种函数 将会出现这四种函数 没错吧 x乘上sin x x乘cos x 然后 sin x cos x 四种函数 那么好 右边呢 这四种函数里 只有它一个了 另外三个全是零 系数全是零 所以我们如果对照左右的话 你可以有四个等式 其实我们现在只要什么 只要两等式就可以了 可以了 找谁呢 还是老办法 找次数最低的 次数低的比较好 谁次数低呢 就是不含x的 x是一次了 再低就零次 不含x 好 比较技术 请看 左边 不含x的在哪呢 这里边含x的 这一项含x的 不用考虑了 对吧 也就是带进去啊 那这一项咱们不考虑 它里边没 它根本没有x 对吧 因为它根本没有不含x的 不含x的哪儿 这一项里边有 但是这一项 我这个方程里没有弯一撇的 也不用考虑了 那只要考虑它就行了 谁呢 一个它 一个这两 只有这两个 只有这两个 好 那一下就出来了 你看 马上就出来了 马上得到 -2a1 -2a1 sinx 右边没有sinx的 零 然后有个两倍的a2 cosx 这儿有 就是2 完了吗 我的目的就是定出a1 a2来 对吧 其他的咱们不用管了 你看 这就比较简单 相对简单 对吧 好 那最后得到 谁呢 马上得到a等于0 a2呢 等于1 所以呢 好 最后我们就得到的结果就是 特解 y 比较简 等于谁 a2是0 a2是0 a2是1 好 那就是x sinx xsinx 对吧 就这个结果 好 下面咱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特解 来检验一下吧 看看对不对 好 你看 它的一阶导数 x乘sinx 如果是一阶导数 它求导数它不动 sinx 它不动它求导数 负的xcosx 对吧 两阶导数 它的老数 cosx 它的老数 减去 它的老数 cosx 在 再 在 再 加 加 你切老数 x 哦 加 对 对吧 好 然后 它的老数 sinx 它的老数 再减去 它不动 x不动 sinx 对吧 你看 这就是y两片 y新的两片 你看 它的二阶导数 加它 正好抵消了 这两个抵消了 这两个加起来 两倍的cosx 没错 对吧 所以这个方法 代定系法做出来是正确的 对吧 但是我们求的过程当中啊 请注意 采取了 选择某些 某些项的系数来比较 会方便一点 选择谁呢 刚才我先已经说了 x次数低的 x次数低的 好 再来看一个题目 前面这些题啊 当然是我们 其实都已经比较 相对说起来都简单 为什么简单呢 如果复杂的话 那写出来不得了 一般说起来 如果多的话 二阶导数 一阶导数 如果多的话 写出来有二十多箱 如果一般的情况 可能会有二十 就是这个几种因素 碰在一块的话 正好这儿 指数函数有 三角函数有 这儿还有一致函数的话 那弄不好 就一大堆 就是导数 所以最后要代入方式 比较的话 很麻烦 所以咱们采取 就是所以相对说来 我们这儿题都 系数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最后我们来看 再看一个小题 最后一个小题 那么这个过程 我们重复一下 如果要求解 特征方程 不管怎么说 特征方程是非求不可的 求出特征方程以后 再求特征根 再求特征根 求出特征根呢 你就可以顺便的把 i 这个 α加iβ 可以写出来了 看一看 是不是跟它一样 跟它一样 那这个前面就要乘x了 不跟它一样 就不用乘了 所以顺便在这儿写一下 当然你不写也行 心里边比较一下也可以 然后就可以 由于有这个特征根了 就可以写出 习次方程的基本结组 写出来 下面设特征形式 特征形式什么设法 前面讲过了 有了特征形式 求出一阶导数 二阶导数 代入方程 比较细数 代入方程 比较细数 最后代入方程 比较细数 最后就行了 特征有了以后 好 那么Y等于谁呢 Y就等于 特征 XsinX 加上C1 cosX 加C2 sinX CC2 任意常数 好 那么 这就比较完整了 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说自己 这种是一个程序一样的 一步一步 就这样 好 下面咱们来看第二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几步 都要的 每一步都需要的 我们文字留在这个地方 处理起来下面方便一点 也就是这几步都是要 必定要处理的 这个小题 首先 特征方程 R平方 减去量2 加2 等于0 那么 好 马上特征根就出来了 R等于 特征根 配方以后 R减1的平方 等于负1 所以 I等于1 加减I 没错吧 好 其次方程的基本结组 请注意 特征根既然是这样 这是供和复根 马上就可以写出来 E X 这是一次吗 所以EX Cosin X EX Sin X 没错吧 别忘了 就是 当这个特征根是供2 复数的时候 它的基本结组 其次方程 几步结组 什么样子 好了 那么 再来看这 这是 Alpha是1 Beta也是1 这儿 我们这儿 写在这儿 Alpha加I Beta 是谁呢 是1加I 有什么用 它是它的根 知道了 色特征的时候有用 Y 色特征Y 性 Y star 是谁 1次方 咱们就可以有一个X了 没错吧 好 里边 虽然没有出现 虽然没有出现X 对吧 零次多项是 零次多项是 所以 零次多项是A 后面有Sine X 咱们就应该有 两个三角函数都应该有 Sine X和Cos X都应该有 行了 那就是这样形式 对吧 好 那么 还有指数函数 Ex 注意像我们 我这个地方 这些题相对说来还简单 为什么简单 虽然这个题 你看 有指数函数 有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和指数都没有细数的 都没给它弄细数 咱们弄个2吧 好 那求导数你就复杂了 有一个2就复杂了 每次求导数 做了一个2 是吧 最复杂了 所以要注意 有的时候 特别要小心 特别要小心 好 那么下面就可以 求了 求减了 那就比刚才要复杂了 对吧 你看 Y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 这个一阶导数 那就是 虽然如此简单的形式 应该说很简单了 对吧 这外面只有一次 里边 这个A都是常数 还没有出现一次函数 请注意 如果这个地方 乘一个X的话 我这个地方 必须有AX加B 再有A2X加B2 请注意 我现在形式相对简单 好 一阶导数 他求导数 后面不动 那就是A1 cosinX加A2 sinX 乘上EX 请注意EX 他们就放在最后了 EX放在最后 他求导数 这两项不动 加上 X不动 X不动 这两项求导数 好 他的导数 A1 负导数 sineX 他的导数 加上A2 cosinX 指数函数 我们放在最后 好 请注意 第三个 他求导数 导数这两个不动 这两个不动 这两个不动 X当然造超老 好 X造超老 这两项 一项是A cosinX 还有一项是A2 sinX 没错吧 请注意 这个阔弧是他求导数 这个不动 这个第二项是 这一项是X不动 这个阔弧里的东西求导数了 所以出现了 负A3X A2cosinX 第三项是他不动 这两个造超的 X和造超的 EX在哪 最后 放在最后 放在最后 好 这个地方 EX 没错吧 这还算一介导数 一介导数你看几项了 123456 六项 对吧 就六项 二介导数呢 12可能更多了 更多了 Y2 就这个问题 这个我说过多次了 对吧 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很烦 好了 他求导数 他求导数 负的A1 SineX 加上A2 CosinX 好 这是第一个破误 这个求导数 对吧 这个求导数 现在请注意 现在我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方阔弧里边求导数 EX不动 EX不动 好 方阔弧里求导数 他求导数了 求好了 他求导数 他不动 他求导数 他不动 请注意 他求导数以后 他如果不动 正好和他一样 所以是两倍的 没错吧 两倍的 慢一点 然后是 他不动 X不动 这里边 阔弧里的两个要求导数了 第一个求导数 负A1 他的导数 CosinX 他求导数 负的A2 SineX 没错吧 好 这是他求导数 这个X不是求导 X求导数 他不动 已经在这儿了 两倍的 他不动 阔弧里求导数 在这儿 好 再加上 这个X求导数 后面是个阔弧不动 好 那就是 A1 CosinX 加A2 SineX 没完 加上 X不动 X不动 阔弧里要求导数了 A1求导数 其实看一下 我就写出来算了 负的A1 Cosin的导数 负的SineX 是吧 负的SineX 加上A2 CosinX 这两项请注意 这两项相乘求导数 他求导数 破乎不动 找超的 他不动 他求导数 这一项 第一项的导数是 负A1 SineX 第二项的导数 正A2 CosinX 好 请注意 这才早着呢 对吧 还有一大堆呢 当然 一大堆写起来很容易 为什么 因为是 EX求导数 方阔弧不动了 请注意 如果EX上面有点东西 那求出来 这个方阔弧还要乘那个长数了 对吧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 再加上 EX不动 这个方阔弧不动 就超了 EX求导数 还好 这个EX求导数 总算 它很简单 就是它自己 所以只要把这个方阔弧里边 超一遍就行了 对吧 超一遍也够呛 啊 好 超在一块了 那么我们这样吧 反正是加好嘛 没问题 所以我们就最后乘上EX写到外面去 你看这像数很多了 对吧 应该已经不止12像 对吧 你看 1234567814像 非常多 非常多 那么好 带路方程 比较系数 那这个请注意了 这要比较这个像数如此之多 但是还是一样的 如果把指数函数两边约掉以后 那么左右两边出现的是谁呢 出现的是 我们这还不是很复杂 也出现的也就是那四个函数 X乘3X X乘cosX 然后3XcosX是四个 那么比较的话呢 你就比较两边 次数最低的 是X指数 就密函数指数最低的 这个比较起来 比较相对容易 相对容易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 请注意EX 带路方程以后 EX消掉 约掉了 两边都约掉了 比较系数 右边只有一个sinX 好 那么我就知道了 cosX 还有X乘sinX X乘cosX 他们的系数全是零 对吧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看 先看cos in X 对吧 就是不含X的嘛 好 看一看在什么地方 这个不用看了 因为它含X 咱们不看了 因为你带进去以后 这个两X 这一项是含X的 咱们不看 咱们看不含X的 好 这里边Y一坪有 Y一坪有 你看不含X的 只有这个 后面俩都含X Y两坪呢 这不含X的 这不含X 这不含X的 有这些不含X的 好 我们只要看 Y两坪和Y一坪里面 不含X的那些像 好 下面 先看Y两坪 不含X的像 先看谁呢 先看cos in X 因为cos in X是零 没有的 好 所以请看 -2A2 正的 两倍的A2 两倍的A2 请注意 两倍的A2 系数 它是cos in X的系数 两倍的A2 好 这儿又有一个 A1 加A1 加A1 对吧 下面还有 又来一个A1 两个A1 没错吧 好 A1 没有了 没有了 是吧 两倍的A2 A1 A1 好 然后减去 减去 两倍的Y一坪 Y一坪 在这儿 好 Y一坪 在这儿有A1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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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0 为什么 右面没有出现cos in X 看清楚了 这很重要 当然要很细致 对吧 当然有的成员说 我把它带入 带起来以后 合并同类像 搞行不行 那当然行了 你愿意 你愿意 当然可以 但是你想 你写那么大一个十字 十字项 再抄一遍 合并同类像 这些东西 谁受得了 可能受不了 对吧 咱们慢慢仔细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下面第二个 看sine X的系数 含X的像 就是前面乘了密函数X的像 我们不用考虑 好 Y两配里边 sine X的系数-2A1 -2A1 没错吧 -2A1 这儿有一个 这没有 这是有X 这儿 加A2 加A2 这有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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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考虑 只有这下 这又是一个 加两个A2 减去 减去 两倍的 看这上面 这儿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 对吧 这儿有一个sine X 两倍的A2 还是很好的 它等于多少 1 等于1 没错吧 就是最后 就是比较系数下来 这个一次性 就是不含X 仅含sine X和cos X的两项 我们就用这两项就够了 好 得出来 A2 等于0 A2 等于0 对吧 因为这很简单 这俩又相等的 A1 等于负的2分之1 没错吧 好了 那特解 那特解我们就得到了 所以特解 Y性等于 A2等于0 只有A1 好 那就是负的2分之1 B X Cosin X E X 没错 等于这样一个 好 好 那么圆方程的通解呢 就可以有了 Y等于Y性特解 负的2分之1 A1 Cosin X E X 加上 其次方程基本结组的线性组合 C1 E X Cosin X 加上 C2 E X Sine X C2 任意常数 行了 当然这样一个题怎么样 做起来很 很烦 很烦 有的时候 心要静一点 心很浮躁 哎呀 赶紧做 这不行的 很可能就做了 心态要平静 要出于一种平静的状态 不着急 慢慢做 毫无难度 好 比较细数的时候 移从多项是最低次数开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一般说起来 你会方便一些 方便一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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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